日本广岛的大九野岛有兔岛之称 向来都是动物爱好者的朝圣地点 可是最近几年因为游客不断喂食 导致兔子数量暴增 从2006年的300只兔子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000只 兔子不断增加 不仅为社区带来卫生问题 同时也导致兔子为了争地盘 打架受伤 对此日本环境部举办研讨会 和30名兔岛持分者 研究如何在保护兔子的同时 又能够继续发展当地旅游业和保护资源 报告会在不久后公开